香港台整點新聞 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大家好 歡迎你收聽黃昏新聞報導 我是黃嘉儀 先聽安省消息 安省昨天新增8,521宗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與病毒有關的死亡人數為23人 多倫多《大紀元時報》報導 新的入院人數和轉入重症監戶的人數 似乎顯示出早期跡象疫情已經到頂 正趨於平穩 安省首席衛生官摩爾醫生表示 染疫住院人數正接近頂峰 入院人數的增長速度似乎正在放緩 三間大學研究人員 從大多倫多地區 以及南安省所抽出來的污水樣本 也顯示疫情曲線開始扁平 只是他們需要更多數據 才能明確得出定論 專聽香港消息 銅鑼灣寵物店Little Boss 一名店員和顧客先後確診 店鋪內有11個倉鼠樣本呈初步陽性 另一個倉鼠中轉倉也出現多個陽性環境樣本 獨立媒體報導 漁護處下達滅鼠令 該店鋪和中轉倉內的龍貓、兔仔、天竹鼠、倉鼠等一共2,000多隻動物 不論檢測結果如何一律人道毀滅 漁護處處長梁紹輝指 為了公共衛生沒有其他選擇 因為沒有可能逐隻動物隔離觀察 並決定獲得政府專家支持 有記者追問 如果小動物最終被驗出陰性但仍然被殺死 當局是否錯殺無辜生命呢? 梁紹輝再重申要將風險減至最低 又指動物如果不斷製造病毒 對漁護處人員都有風險 而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就呼籲 所有在12月22日買倉鼠的市民 都要將倉鼠交給漁護處檢驗 倉鼠的主人也要做檢測 就捕殺2,000多隻倉鼠等動物 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就稱讚漁護處決定那段名字 有品創作報導 袁國勇指 目前基因庫並沒有這種基因排序 捕殺的做法能避免由倉鼠變異出來的新病毒 被問為何不等到結果呈陽性 判斷有病毒傳人的關係 才作人道毀滅決定時 袁國勇強調 驗了沒事不代表之後沒事 又指不可能做到 為過千隻倉鼠每天做檢測 參考過往禽流感 和外國雕鼠病毒的經驗 重新當局有必要做出捕殺的決定 港府突然一刀切宣布捕殺2,000多隻倉鼠等動物 Channel C報導 外國動物協會晚上發聲明表示震驚和遺憾 認為相關措施沒有關顧動物福利 以及人與寵物之間感情和聯繫 會透過不同渠道聯絡餘護處並商討其他可行方案 外協也呼籲寵物主人 切物過度恐慌和欺養致養的寵物 寵物主人請謹記保持嚴格個人衛生 以保障人寵安全 今次滅鼠令也使其他動物組織風聲鶴蕾 擔心政府會再次對其他動物一刀切 其中照顧流浪及被虐的貓隻 提供領養服務的香港群貓會 發聲明表示即日起會暫停一切收貓、救貓 以及探訪 除了義工之外一律不准進入貓社 也暫停接收捐贈物資 群貓會指會嚴謹處理事件 不會令任何一隻貓受到威脅 出席和衛民生日派對 而被送往築高灣檢疫的政府高官 隨著衛生防護中心縮短檢疫時間 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內的15名官員 昨日回家接受7天自我監察 獨立媒體報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行會前見記者 指15名攝氏官員最快1月22日復工 接受家居監察的徐英偉就最快1月24日復工 有記者質疑政府是否借調查拖自決 林鄭表示事件仍在調查中 但他就聲稱會保證調查 不會不了了之 相反警方昨天拘捕兩名前國泰基倉服務員 落案起訴他們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依然獲准保釋 案件將於2月9日提堂 至於那15名政府官員 出席洪門燕事件的調查 他就說仍在進行中 前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明天刑滿出獄 她將會在早上離開大嶼山石壁監獄 梁天琦的家人今天透過她的社交專頁作出三點呼籲 包括請量力而為 無需特意長途拔洩前往石壁 懇請讓天琦盡早歸家團聚 以及盼各位自身安全為首 家人指 在過去的時間 義工小組妥為收集各位的心念和祝福 並適數轉達梁天琦 而為了保障梁天琦並遵照法律意見 她的社交專頁將會於明天 凌晨凌時停止運作並移除所有內容 梁天琦在2015年加入黃台洋創立的本土民主前線 第二年2月參加立法會新界東補選 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為競選口號 同年報名參選立法會換屆選舉後被DQ 她因參與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騷亂 在2018年6月被裁定暴動和襲警罪罪成 判處6年監禁 上訴亦被高等法院駁回於石壁監獄服刑至今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 梁天琦在獄中發公開信 呼籲香港人不要被仇恨支配自己 在危難中仍要時刻保持警覺與思考 轉看國際消息 美國早前公布實施外交抵制北京東奧 而繼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日本和德國等多個國家 也宣布加入外交抵制行列之後 丹麥和荷蘭也加入成為抵制東奧的國家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指 鑑於中國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以及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美國將不會有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 而陸續就有多個國家也跟隨仿效 中國北京市政府自上星期發現武漢肺炎變種病毒 Omicron感染者之後 立即調整防範措施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有學校改為校園封閉管理或提早放假 星期六起進入北京的人在抵達72小時內 需要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對門報、虛報者會追究刑事責任 消息指 隨著東奧召開 北京將會對奧運村封城 外國選手需要接受封閉式管理 為防境外輸入 中國進一步收緊境外航班入境 路透社報導 中國民航部門再對由美國起飛的8條航線 採取熔斷機制 令今年以來被取消的美中航線增加至84條 而中國也對來自法國、印度尼西亞 和亞聯酋等國家的其他一些航班 也發出熔斷機制 歐盟監管機構警告 連續接種武漢肺炎疫苗加強劑 可能會對人體免疫反應產生不利影響 紫媒報導 根據歐洲藥品管理局的說法 每四個月重複接種一次加強劑疫苗 最終會削弱人體的免疫反應 並會令人疲倦不堪 相反 各國應該按照已經有的疫苗接種戰略 在連續注射加強劑疫苗之間 流出更多時間 今日的黃昏新聞報導員 再會 旁邊 旁邊 旁邊